HELLO 聊四季 天氣有個心 大家好 我是RELL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伯根帝人 這套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中國人這個文明 中國文明一開始開局會多山村 但是肉會直接歸零 所以讓你一開始不能按村民 只能被強迫按織布技術 那一旦有50肉之後呢 就可以正常的去按出村民 有些玩家們會選擇一個人去蓋這個房屋 然後剩下五個人採完弄自己放肉 去按第一個村民 那這個玩法雖然會相較於 一開始大家都搜村收到裡面 然後去採第一隻羊肉 流程來說會更快一點 我也比較推薦大家去這樣子選 就是五隻村民開局採肉 然後一村去蓋房子 這種玩法會更適合手術慢的玩家們 那中國人他是屬於一個偏工兵的國家 因為他的寶兵是中國蓮弩 而且有拇指環 射速非常的快 但是他的這個射程來說會比較短一點 跟這亞美尼亞人的附和弓箭手 還有義大利人的勒納爾弩手 這三個單位都是手非常短的城堡單位 所以中國人的後期還是比較需要 轉一些騎兵或是步兵 作為血防 就是他是一個垂能型的文明 所以要打這種兵種 其實都沒有太大問題 那中國人的後期呢 比較可惜的是 是沒有火槍跟火炮的 所以打到後期 真的只能靠中國蓮弩作為主力 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當然他也可以打重裝騎士 重裝若搓 槍兵或是槍弩 是OK的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鵬哥地人 鵬哥地人最大的特色 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研發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例如鵬哥地人時代 就可以補下一級伐木一級農 那這個能力呢 通常是升時代之後 才會去點下一個時代的 這個經濟科技 例如鵬哥地人時代 點下封建時代之後 馬上就可以點這個一級伐木會一級農 甚至呢 到了封建時代初期 一開始就點下二級伐木的 這種奇葩式的升級方法 那為什麼會說這是奇葩 最主要是因為你前期 如果補了二級伐木的話 就有可能會讓你的肉類 會掃出一隻肉馬之類的 雖然他升級經濟科技來說 有折扣 但是按下去的話 還是會讓你的前期的攻勢 稍微被 節奏會被打亂一點 那你的前壓可能會沒有那麼成功 所以伯恩地人 算是一個很進階的奇兵國 那他的遊俠升級呢 也是遊戲裡面 科技半價 升級也算是最快的文明 只要半價這個遊俠科技 就可以升加遊俠升級 但是他遊俠只有160滴血 所以其實升起來 也不會說到非常的難解 有點少了20滴血的遊俠 還是用槍兵 解得很快速的 這邊看到伯恩地 他的打法策略 是點下了一級伐木 是沒有打算要到封建時代升級 才去點下的 這個策略打法 優點是伐木可以更快吃到 那木頭的部分 一樣山村 待會再看情況 要不要轉到四到五個 提倒去點一級農田去開始種田 他這個流派算是 我也比較推薦的一個打法 但我要真的說 這個是很容易 所以你遇到那種極限小弓 極限落馬開局的對手的時候 會非常危險 所以這一招你要用在對方 是一個很正常的文明 沒有太多經濟加成的文明 像中國這個文明就是 或保加利亞之類的 或意大利 這種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你在這個時間點 去補一級伐木 可能還OK 那中國這邊也是非常慢 升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先稍微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伯恩帝人的黃金在下方 右邊有果子 左邊有一塊黃金 上方也有一塊 那看起來這個金還可以 至少有一塊在家裡附近 那墓區的部分比較悲慘 只有一塊墓區 這塊墓區離得太遠了 跟上方墓區是一樣遠的地方 那他可能就是要直接圍到底 才有可能比較好防守 但這邊圍到底也不太容易 你一定要這樣子圍 才可以圍到底 不管怎麼說 前期圍這麼長 很容易被對方打破木牆 被殺進來 好 那這樣子小圍 圍下來 就差不多 不管怎麼說 這樣圍還是蠻大的 尤其右邊這邊框到的是石頭 而不是黃金 可是下方這塊金 要怎麼防守 也是個問題 所以他這樣子圍的問題 其實還蠻多的 好 這邊伯恩帝 一級龍一級木點下 一升到封建時代 會點二級伐木嗎 還是正常的開肉嗎 不點二級伐木 通常很早期點一級伐木了 封建時代以上也會點二級伐木 但二級伐木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點了的話你的封建壓制力 就會少很多 好 這邊果然還是要點一下 看到對方已經轉出了工兵 那這邊要趕快補一個射箭場 好 這邊肉麻 趕快去對方家裡騷牢 好 用承認中心稍微守住就好 下面有洞 這邊二級伐木雖然補下 但這個洞進去可能會暴斃 走過去嗎 哇 中國這邊以為他下面已經圍死了 其實有洞的 可以走過去 走過去了 好 趕快補一個射箭場 還好二級伐木 現在伐木快了一點 好 那現在來到四隻肉麻 四隻肉麻 跑到對方家裡騷擾 兩隻槍兵加工兵 繼續騷擾村民 好肉麻準備到敵人家 這裡可以抓到一隻蓋木牆的村民 好 直接用村民擊殺掉了一隻肉麻 用剩下的村民去攻擊槍兵 剩下一滴血被槍兵給戳死 終於轉出了毛兵 可以反擊工兵回去了 好 這邊肉麻直接抓到了一村 好 中國這邊是擊殺到兩村 還是中國這邊拿到一點經濟優勢 目前是32村對上30村 中國雖然開局領先三村 但其實實際上 大概會領先一村到一村半 比較厲害一點玩家 可能會領先個兩村 所以這個村民的領先 其實在一般的中國玩家裡 並不是那麼有明顯的經濟優勢 好 這邊牆兵戳掉一隻肉麻 哇 第二隻有點難戳 這樣 火關第一這裡補下輪軸技術 有人會說二級農哪時候點 那肯定是點完城堡時代之後 再點二級農 那這個時候你點二級農 效益不太夠 而且會太花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那可以再讓你第一片農田 要準備撒第二次的時候 在那之前再點下二級農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怕你會自動撒二級 就是撒第二輪的田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自動耕田給關掉 當然他就不會自動撒第二輪的農田 臭民就會在農田裡發呆 然後等到你二級農好了之後 再可以回去復耕也沒有問題的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細節上的操作 好這邊三隻肉麻繼續在中國再繞一繞去 但是中國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了 下方的弓兵一大坡走了過來 擊殺掉一隻槍兵 後方的毛兵想要反擊回去 讓自己的城堂中心擊殺掉了一隻肉麻 郭文帝人這時候補下了一級的弓兵鎧 沒有弓兵鎧是擋不住小弓的傷害的 好再兩秒一秒 OK有一級弓兵鎧 那可以站著也沒問題 好但這裡沒有點一級射 手稍微短了一些 好但沒點一級射的優點 就是你攻擊出去喔 大概80%或是87%的機率 一定攻擊到底的 因為距離夠近 所以不太容易會有打歪的問題 這是不點一級射的毛兵的優勢 這算優勢嗎 可能也不算是 好但中國這邊已經升級到城堡時代 奴兵二級射都已經升級上去了 波文帝這邊的奴兵 是有點難處理的喔 好但這邊一定要貼近包夾 可能還能做一些事情 OK中國也轉出了一隻騎士 過來打一些戰毛兵 要看到對方轉騎士 家裡要趕快補修道院了 波文帝這邊決定先開個城鎮中心 修道院要先下嗎 還是直接轉栓馬 就出騎士反制 那這個時間點出騎士反制是比較困難一點 轉老頭還是比較快一些 好但現在他的祖金被控制住喔 有點麻煩 這樣斷金很難送 教導院的老頭準備出來又來招翔 先往城鎮中心靠近喔 待會才有機會可以跑得掉 好這邊決定還是要直接衝出去 不管了 其實老頭在裡面會把這邊騎士給招掉 吃一點城鎮中心的傷害可以接受 好這邊奴賓也減掉 那剛剛那波衝進去喔 中國其實也沒有打到太多村民喔 大概收了兩村而已 好這時候中國補下了二級馬凱 準備走一個騎士路線喔 全人型的文明優點就是這樣子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好這邊轉出了兩隻老頭 稍微把騎士給逼了出去 家裡補下了一根城堡 守在中間TC中間的位置 家的好處是可以守住自己大片的農田 當然這裡的祖鎮就會有點難受 我還以為他的城堡會補在這個位置喔 去守祖鎮喔 但他並沒有太擔心這個問題喔 發現右邊有一塊野鎮 先吃野礦 踏一個城鎮中心 把所有的城鎮中心往右擴 那家裡大致上已經可以守得下來了 轉下了一級攻 還有一些馬上輕裝兵 OK 黃金慢慢穩定下來了 等一下二級挖金喔 慢慢把這個經濟科技點好點滿 好 收掉剩下的農兵 沒有問題 這個連甚至連一級射都沒有點 呵 相當過分 好 看一下這波騎士衝進來 破關地人被殺掉了幾隻村民 三隻村民直接被收掉 走火這一波的強軍是壓得蠻強的 雖然不是那種非常單純的強軍士喔 但是這應該不算強軍士啦 是單純的軍士壓制 OK 那這邊點下了二攻 漂亮 馬上輕裝兵數量還不夠 那馬上輕裝兵的優點喔 就是他地下的傷害特別高 8加21 但是第二下開始只剩下8滴血喔 一下8滴其實不太多 一般騎士的馬卡 有二級馬卡騎士就4點防禦了 所以馬上輕裝兵後續的傷害 只有打4滴血 有一共的話是5滴 不管怎麼說 馬上輕裝兵打完一波之後 一直拉扯 會更適合他的打法 這邊直接一個高打第一 撞掉了騎士一些血量 看這邊又有一些村民被抓掉 伯恩帝人這邊村民損失非常巨大 來到了要將近20村的村民再一刀 完了 伯恩帝村民差距將近20村 我的天 直接崩了 要是一般玩家這邊就想投了吧 村民被殺到這麼多 當然這邊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繼續農 繼續用騎士防守 專性龍上去 還是比較重要 現狀兵稍微擋一下 OK 終於擋下這一波的騎士問題 好 收掉剩餘的槍兵 中國這邊補下輪走 經濟方面來說 中國應該是暫時領先的 雖然伯恩帝有提前一個時代升級 經濟的這個buff 但其實中國現在也是二級牛二級木 跟伯恩帝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稍微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中國領先3000資源 果然 所以伯恩帝人這邊的升級方面 還是會有點問題 就是出在這裡 這個雪球 只要節奏一打差 就很難再滾回來 除非你在後期 防守得夠好 讓對方進攻 一直出現頻頻失誤 這裡才有可能打得回來 不然中國這部 已經可以點下地龍時代 還有這個手推車 怎麼看 中國這邊已經十拿九穩 我們就來看一下伯恩帝人 這邊可不可以用馬上輕裝兵去做翻盤 這邊是先想要拆除前方的修道院 騎士過來救一下 轉出了駱駝 馬上輕裝兵回頭 反擊騎士傷害還不錯 但是現在只有一攻加成 傷害其實並不是非常痛 後面轉出了老頭加上駱駝 超強馬上輕裝兵 能夠招到一隻嗎 沒有辦法 這邊反應非常迅速 這裡馬上輕裝兵 一直撈一直爽 好舒服啊 這波反擊回去 好這邊再把駱駝給解決掉 沒有問題 好後方補下了新的馬舟 這邊也補了一根城堡 公關地人這邊開始軍事拿到了優勢 現在兩棟城堡狂出馬上輕裝兵 但是二級訪還沒有好 而且中國這裡也沒有展出中國連弩 現在要反制馬上輕裝兵的方法 沒有辦法那麼急死 其實轉駱駝現在也只能打個 呃...你說優勢嗎 其實也沒到優勢 對方數量太多了 這讓駱駝打起來有點痛 但對方的地下更痛 駱駝死掉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是這樣子 駱駝被砍個四五刀就沒了 馬上輕裝兵 成群結隊起來之後 就是這麼個噁心的樣子 好按中國這邊轉出了重裝駱駝升級 重裝駱駝的話就稍微有感 但是一樣被打還是很痛 但不管怎麼說 中國如果要轉重裝駱駝的話 數量至少要跟馬上輕裝兵的數量持平 才有機會喔 很好的反擊回去了 好 駱駝地人看到 中國轉出了駱駝之晃 馬上按下槍變成升級 異王時代也在UP當中 中國這邊的駱駝 正在升級上去 要20秒時間 好 後面看一下這波交換 重裝駱駝升級好了 打馬上輕裝兵的傷害開始明顯起來 牙齒回去了 OK 有重裝駱駝就是不一樣 OK 那不關帝這邊指導自己的馬上輕裝兵 跟駱駝打久了還是會劣勢喔 先聚集一下 中國終於阻止了對手就去進攻自家的外牆部分 中國這邊黃金配到35個人挖金非常多 經濟配置來說是很OK的 這樣出駱駝是可以的 後面23個人挖木頭 還可以轉出中國的連弩 點一下大學啊 還有這個化學 彈道學 這些都是也需要木頭的 所以木頭也不能配太少 到底出來的村民喔 可以繼續補木頭 木頭不到大概30左右 剩下繼續補黃金跟肉就可以了 肉的話是為了要繼續出駱駝 或是轉出槍斌也是可以的 那不管怎麼說 世紀帝國大部分的科技 都是需要吃到肉的 即使你玩弓箭果 這個肉量還是需要注意一下 不然你有一些弓箭科技 是很難直接升級上去的 那伯衛蒂這邊的經濟配置 就會顯得少了一些黃金喔 這邊可能是想要先點馬上輕裝兵的升級嗎 先點下了級兵 馬上輕裝兵要升嗎 還是要鬼轉一波遊俠 我覺得這邊轉遊俠沒有太必要就是了 這次馬上輕裝兵出到這麼多隻 點個精銳更實際喔 那中國這邊轉出了中國連弩 是為了要來反制重裝長槍兵 槍兵這裡數量一減少 只要能有效率的擊殺對方槍兵 駱駝就會有優勢喔 正面基本上也就是打敏 OK 伯恩獵人果然補下了馬上輕裝兵的精銳升級 最後再補下了 拇指環跟化學 那攻擊速度會再更快一些 但是馬上輕裝兵的升級還沒有好 後面城堡掉了 還有他是用另外一棟城堡去升級 所以精銳沒有被打掉 OK 升好精銳之後傷害直接加3 8點變成11點傷害 正面反擊了回去中國連弩的數量 然後前方的部分使用槍兵戳掉所有的駱駝 駱駝遇到槍兵一陣不絕全部倒地 這波伯恩獵人的配兵控兵也是控得不錯 有把這個重點打到對方上 讓這個馬上輕裝兵去專注對方後面的中國連弩 前方的駱駝全用強兵去處理 那中國這邊的處理就不太好 沒有第一時間把這個駱駝拉到左邊去防守中國連弩 得了這個呈現的位置 所以這個細節控兵真的是 後期也是蠻重要的 不能直接一股腦A上去 那伯恩獵人這裡補下的話 隨機射還有馬鎧 二級馬鎧跟整兵技術 那伯恩獵人這邊轉出火槍的話威力也蠻痛的 但火槍打步兵打騎兵其實沒那麼優秀 這邊是要轉戰毛兵 不然不是要轉火槍 這毛兵先點上去 二級射到會要補 但這裡沒有先點三級馬鎧也蠻奇怪的 中國連弩現在還沒有升到最滿 精冠技術點下 待會可以傷害在獨家2點 先點下一個三級馬鎧 這邊用弱馬加上駱駝 去稍微應對一下馬上輕鬆兵的一個路徑 中國這邊轉弱馬就很奇怪 你不如跟著對方轉槍兵更實際一點 但他可能覺得自己有駱駝 所以不用轉槍兵 把這個級兵升上去 他可能覺得沒必要 連中國的弱馬來說 並不是非常厲害的一個選擇 那如果他出疾病的話更好一點 這邊伯恩地人點下了銀罐技術 伯恩地葡萄園 這樣伯恩地人的農田 就會慢慢產生黃金 這樣就不怕後期斷金的問題 好這一波交戰看一下 馬上輕鬆兵直接拉到最後方 讓前面的槍兵去扛住中國連弩的傷害 正面的駱駝開始動變少之後 再讓輕鬆兵上前應戰 後面戰毛兵開始往後點擊後方的中國連弩 中國連弩開始被戰毛兵射擊了起來 但是剛剛級兵喔 沒有這個三級板甲的關係喔 所以中國連弩射很快就被射掉了 好這波想要直接做一個包夾 但包夾有點辛苦 哇這一波 有點 來了 真的沒有轉槍兵 沒有辦法阻止馬上輕鬆兵的追擊 好這邊的肉馬繼續往後追 但是級一點點沒有射好 一直往後面送過去而已 好通過連弩 躺住了正面 用後面的肉馬擠掉了一台 劇情好死機 鐵之肉馬 馬上輕鬆兵 第二台巨頭也收掉 但是自己的城堡也掉了 好玩地人這邊轉出了火槍 雖然對方沒有轉槍兵 但火槍先按下去了 那以火槍打中國連弩來說 是火槍會稍微劣勢的 跟火槍的射速很慢 那火恩地的火槍有這個 傷害加強25% 現在是17加4 21點傷害 所以打這個肉馬 傷害其實也是不錯 好這邊直接用馬上輕鬆兵去追擊 後方中國連弩 下方的火槍繼續輸出前方的肉馬 這位肉馬抓戰寶兵抓得非常優秀 把大量的戰寶全部抓死 但是前方的馬上輕鬆兵 並沒有抓到非常多的傷害 反正中國連弩這邊拉打 即殺掉了一些馬上輕鬆兵的數量 好中國這邊受不了點下的金冠技術 還是要點下 還是直接轉個奴炮 超高傷害奴炮 雖然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火炮可以一擊必殺 把這個奴炮給秒殺掉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轉奴炮 會顯得很被動 中國這邊轉肉馬的優勢 就是待會抓對方的工程器 會更好抓一點 不管是要抓巨頭或火炮 這類對伯恩第五有優勢的工程器 他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正面來說 他會打得更辛苦一點的原因 是馬上輕裝備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解決 一定要耗中國連弩去做交換 但中國連弩這邊會有個問題 他只要一旦失誤 就有可能會被馬上輕鬆兵 整圖給吃掉 所以還是要轉點槍兵 當作一個預備隊 在後面防守 會更好一點 他的槍兵可能不用往前 但是他的槍兵 一定要在後面 等對方衝過來的時候 去做防守 就跟以前的古代戰爭很相近 紅兵往前 對方騎兵來就換槍兵上 這個概念在C帝國上 不是通用的 這邊用大洛馬 直接抓掉一些火槍 跟鎮毛病的數量 這一波洛馬衝進去騷擾 不錯 有三級馬卡的文明 遇到成分中心 就不太會害怕他的傷害 遠防6 然後對方是9 射一下只有3滴 好 這裡的洛馬衝進去撞了一波 前方的大洛馬 撞到了擊兵 擊兵收掉了非常多的洛馬 這邊少說收掉15隻的洛馬 後方的洛馬就去騷擾當中 馬上前動兵回救一波 中國這邊轉出了大衝車的升級 中國大衝車也是蠻麻煩的 槍兵配衝車 然後再配中國連弩 這個是我也 我以前很喜歡用的一個工程方法 玩中國的時候 這個打法有點像是 蒙古的感覺 大衝車配蒙古突擊 然後配一些槍兵 就是取代蒙古的洛馬 跟這個洛途的感覺 既可以防對方騎兵 也可以打爆對方的黃金兵種 中國連弩又是萬劫 想打誰就打誰 就只是這個組合 就只怕對方投石車跟火炮單位 所以這邊 國恩帝如果要擋下來 中國大衝車爆的話 這個打法 火炮是相當關鍵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是否能夠打出來一波傷害 這邊大衝車還沒up上去 火炮往前 好 浩尼城有閃陣喔 所以被擊殺掉的中國連弩數量 並沒有很多 好 一些大衝馬去後面抓火炮 但沒有抓掉 中武連弩 正面的擊兵躺光之後 馬上輕裝兵就擋住 只能往後撤 好 補下的建築物血 把這個建築物的血量 開始提升上去 變5808滴 好 我們第一在前面繼續補一些村 這個軍營 可能也是要想要往前推進了 那現在火炮傷害是50滴血 所以拆除城堡速度是非常快速 但中國連弩呢 他也是可以直接去點掉火炮的 所以就是手短了 要非常接近才能點得到 好 那如果這麼接近的話 登場的東西就是 戰錨兵配火槍 還有馬上 輕裝兵的前壓 只要一倍前壓 中國連弩就會受不了 這裡想要修城堡 但是沒有石頭 買了一些石頭進來 要買嗎 買賣一下 沒有買石頭 直接放棄 不修了 這裡補下了 劍塔的升級 正面的火炮 加火槍 開始往上推進 先解決的是 巨型投石技 拆掉了一台 後面馬上輕裝兵 讓他自由開火 但是疾兵一直不過來 馬上輕裝兵 數量要越少 哇 這一波 火炮完全擋住 但是馬上輕裝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但後面一直有在補 前線還有20隻 應該還行 好 還有火槍 還有火槍 少量火槍打槍兵 效果非常的優秀 好 連毛兵 可以再繼續點這個中國連弩 好 哇 後方城堡可能沒救了 右邊火炮已經在拆除前方城堡 這根城堡掉了 後方城堡中心就會很危險 左邊 博恩帝拿到了高地優勢 直接高打低 換掉了非常多的中國連弩 還有槍兵的部分 中國直接瞬間打出了 GG 好 博恩帝這波打得蠻漂亮的 這個火炮前壓 配上這個火槍 還有這個 戰毛兵 基本上能出的都出了 全部的三公三法都全部補下了 能點都點了 那博恩帝人後期的經濟真的很好 這個6464 還有會一直生產黃金的農田 只要農田夠多 黃金也會越來越多 那它的聖物的部分 雖然是沒有拿到非常多 我是說中國的部分 博恩帝這邊是五個聖物 不 博恩帝五聖物嚇到我了 那為什麼中國這邊前面一直壓制 沒有拿到聖物 這一點就蠻奇怪 明明是前期一直在壓制 是自己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中國是拿到零聖物 博恩帝是五聖物 加上農田裡產生的黃金 總共拿到一萬七的黃金 資源量來說 兩邊是差不多的 並沒有差距太大 畢竟中國的前面 村民領先將近20寸 領先了一段時間 但後面到了大概46分鐘時候 兩邊村民宿 基本上是來到一樣 不然到這個地方 博恩帝本來是有稍微反超一些 但是被打掉了一些村民 村民就有點下降一些 後面就慢慢追回來了 那經濟 那KD的部分呢 是博恩帝拿到1.43 中國這是0.7 KD值的部分 是真正贏了中國一倍的KD 那中國這邊要怎麼打 會比較好 其實老實說 槍兵早點出吧 然後 後面可能要轉點 重裝騎士之類的 可能重裝騎士也不太好 我覺得 我覺得洛馬是一定要出的 然後 中國聯盟 可能要考慮轉點 混點戰毛兵 在裡面 然後要一直瘋狂往後逼低 去打後面加里 當然博恩帝這邊防守 確實做得不錯 城堡都已經有補下了 要逼低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那正前方 可能要找個機會 轉出投石車 去砸掉這個 戰毛跟火槍 那對方火炮在的情況 所以中頭要出來 是很困難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解決掉的話 一定要出中頭的情況 一定要先把後方的火炮 全部剷除掉 中國這邊 唯一能解後方的火炮東西 就只有重裝騎士跟弱馬 這兩個單位 再來是中國後期 比較一個尷尬的地方 雖然前期中期都還不錯 都有這個全能性的科技 但是到了後期 缺乏了火器單位 工程器方面就會有點顯得被動 不然就只能使用自己的巨型投石機 去反制火炮單位了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